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品观点上班不翻车 今天呢 我们要来谈一谈职场上的管理 往哪里管理呢 向上管理 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 老板他到底是上司 是平辈 还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以上皆是都可以 但是有一个重点 我们必须要知道 老板在职场上的所谓的老板 他绝对不太可能会成为我们的magic 我们今天或许呢 跟他在私底下相处 可以body body 但是一旦遇到工作 一旦遇到上面组织给的 绩效压力的时候 我们站的角度不同 我们的利益关系不同 自然而然的 我们对彼此的期许也不同 好了 我们刚讲 在组织里面 他就是有组织架构 有组织架构 就一定有重属关系 那这个重属关系 讲究的是如何有效的沟通 沟通这个事情呢 可能又是另外一门 很深奥的一堂课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知道 跟大部分的上司互动的时候 我们有哪一些禁忌 必须要去关注的 其实我这边简单归纳 三个最普适的 最常遇到的三个禁忌 第一个 No excuse 第二个 No surprise 第三 No argumentors 不要找借口 不要惊吓我 不要对抗我 不要找借口这件事呢 当然呢 跟上司互动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注意 接了任何的项目 任何的工作 不管执行前 执行中 或执行后 在做事后的检讨 我们在跟他汇报 或者是在跟他对谈 沟通的时候 我们尽量不要去 有很多的 可是如果 但是 不过 所有的事情 就就是论事 在事情的点上 事后的一些借口 推托 对于主管而言 他只在乎 今天工作交办给你 你是不是乐于承受 那整个过程 是不是也能够 勇于负责 到最后的结果检讨 是不是也能够如他所愿 好 那第二个呢 不要惊吓我 我想这应该是 所有的职场部门里面 最简单的 最重要的一个 相处之道了 为什么叫不要惊吓我 所有的主管 他必须要背负的 是他自己的工作压力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 他的团队的工作绩效 所以对他而言呢 他要肩负的是团队 对主师能够交代的绩效问题 任何的项目 交办下来 他必须要能够 充分的被告知 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们在做 所谓的项目工作的时候 尤其是在跟上面的 上司互动的时候 大家彼此协调出一个 我定期向他汇报 目前工作状态的 一个时间表 千万不要让他到最后一刻 他要出手去帮我们擦屁股 最后一个 不要对抗我 回过头来想一想 今天如果是我在那个位置上 我的部署 平常跟我私底下 是晚上可以去喝酒吃肉 但是在职场 在工作场合里面 我还是他的老板 我能够允许哪一个部署 在公开场合 或者是我在交办 我在分配工作的时候 不高兴就可以直接跟我拍桌子 或者是用比较冲撞的言语 跟我去对谈吗 他还是你的上司 他还是你的老板 我们也要去顾及他在组织里面的 那个职务的面子 这个叫不要对抗我 好前面讲的禁忌呢 我们接下来就要讲 那跟不同类型的老板 我们要怎么样去得到他们的重视呢 那当然得到重视的背后代表 我们跟他的沟通是有效的 他也能够信任我们 他知道我们不会在背后乱来 如果粗略分为四大类 那我们也要知道 不同类型的人 有他个性的属性 比如说第一个 老虎型的老板 老虎型的老板呢 我这边的建议 只可顺手不可逆功 一山不容二虎嘛 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 他都已经是一只老虎 他比较强势 他也比较绩效导向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 在跟他整个在团队的互动的时候 我们也是一个强势的人 那或许 两个人的碰撞就会很多 所以面对老虎型的老板 我们不如顺着毛摸 很多时候在跟他讨论工作的时候 反倒是诚恳有礼 不硬碰硬 拐个弯 从不同的一个角度 绕个路来说服他 或者是来影响他 其实效果都会更好 那第二种呢 孔雀型的老板 孔雀型的老板 我们知道 孔雀嘛 他事实上就是很炫耀自己 那也很自豪于自己的美丽 那个自信是存在的 那这类型的老板 你就必须要理解 他是喜欢站在聚光灯下的 所以呢 我们今天上面的上司 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格特质呢 我们多给予他的就是一个同理支持 另外避免功高要主 今天如果表现好 绩效好 我们也要把那个功劳 连带他一起拉到聚光灯下 多给支持 他高兴了 你说的话他自然听得下 这个是孔雀型的老板 第三种呢 猫头鹰的上司 猫头鹰他是一个谨慎的 一个意象 像是一个学者一样 所以呢 他要求的是专业 所以在面对猫头鹰的老板的时候 最好的策略就是 实事求是 专业为上 刚好 我们也提到了 在一个人人都说假话的年代 最好的武器就是说实话 而且是有凭有据的实话 面对这类型的老板 你提出充分的证据 展现你的专业 而且是很诚恳的 直接跟他讲事实 相信你跟这类型的老板 都会相处得非常愉快 好 最后一种变色龙的老板 这类型的老板 其实是反应很快的 他比较属于 机智敏捷型的 那这样子的老板 你千万就不能像个傻二嫩子一样 他一个指令你一个动作 那这样相处起来 他很痛苦 你也很痛苦 因为他变得很快 势必也要调整自己的步骤 去跟上他的角度 所以 遇到变色龙的老板 我们就是积极配合 举一反三 尤其当他在问你问题的时候 你今天拿着你的解决方案 要去跟他讨论的时候 请注意 多给选择题 不要给是非题 因为是非题对他而言 可能很难抉择 他有可能取决的是中庸之道 但是你给他选择题 反倒能够让他触类旁通 有比较不一样的思考方式 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跟他应对 那以上呢 可能就是在你面对不同的人 不同的特质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跟他互动 或者是说 用什么样的方式 能够获得他们的重视 那这边是一个小小的建议 所以呢 想要在职场上不翻车 你想做哪一种呢 以上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很简单的几个向上管理的原则 提供给大家参考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我们挺观点 上班不翻车 下周见啦 拜拜